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反手拉球的时候这个影拍 压太死了 压太死了 你这样去拉上悬球是可以的 你要吃得住球的话这样拉是可以的 或者快撕的时候 你快撕上悬球的时候能够吃得住球 因为球反弹的时候你这样压着的话是可以的 上升期你这样是可以碰得到球的 如果你是要练弧圈 反手的弧圈去体会摩擦的话 拉球的下降期 球下降的时候你拍面还是压得这么死 那肯定容易漏 是吧 球下降的时候你还这么死肯定容易漏 所以拉下降的时候 球下降的时候拍面立起来一点 再去摩擦 这样就不会漏 然后动作呢 手腕不要压太死了 往回勾 稍微的自然放松的掉下来一点就可以了 再往前去摩擦 这样的动作 看一下 我先学他的 压得很死 是吧 很容易漏 是不是很容易漏 也很难拉上台 是吧 立起来一点 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呢 也是一样的 反手在拉的时候 你看我的脚下发力 也是一样 左脚要往右脚上面蹬起来 是吧 一定要蹬起来 然后你拉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跟你这个反手横拨的动作是一样的 上下的动 没有一个膝盖头的转动 没有一个脚下从左向要蹬转的力量 是吧 那你很难把球的弧线拉出来 这是反手的这个拉球的问题 但是呢 你走关节不要架起来了 不要成为这个样子了 你看 撇着了 你看 这样去挑了 是吧 左关节不要往上去翘 手腕先过来 是吧 这下旋带点摩擦起来